感谢各位一年多来订阅追踪的朋友 你们长时间的观看 让我的YouTube频道 得以开通这个专属会员的功能 那我可以坦白说 YouTube的会员功能 本身没有什么实质作用 但是你均现了一小步 是支持重度生脏者生活的一大步 也是打造一个成功的案例 让我们生脏者 就算在家 也可以有生存的空间 生活的管道 是对生脏者自力生活的一份助力 那各位也可以按影片下方的超级感谢 用每个月一杯饮料的钱来支持我们 鼓励我们 让我们有创作更新的动力 也让我们有生活的空间 好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各位如何在这个UVENTU 也就是这个 在Windows的作业系统下 模拟这个Linux环境 去架设N8N 然后挂载这个UVENTU的功能呢 就可以去实行这个 开放式的webhook 外部呼叫了 那这个要怎么用呢 首先呢这个UVENTU不是 并不是说你在这个Microsoft Store 你要安装就可以安装的 首先呢你必须去控制台 然后开启或关闭Windows功能这里 你必须要开启这个虚拟机的功能 像这个Windows Hypers平台 跟这个Windows纸系统Linux版 这样 还有这个虚拟机平台 你必须开启这三个功能 那这三个功能呢 你开完之后呢 比较老的机器呢 它的这个CPU呢 是没有开这个模拟功能的 要去BIOS开 那BIOS呢 这个我没有办法录影 因为这算是电脑的那种里面的系统模式 我没办法录影给各位看 那各位如果不知道 老电脑不知道怎么开这个模拟呢 自己再去Google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前提就是说呢 这些虚拟机的功能都开启之后 那我们来安装UVENTU 我们来安装 好OK安装好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打开看看 好它在初始化 等一下哦 好那我们要给它一个UserLam 我们就随便取一下 密码我们用四个零就好 好这样你的UVENTU就建好了 那在我们这个建好虚拟机之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指令界面 你不会使用的话呢 那这里有一个工具 就是WSL2 这个工具呢 它会看到你系统里面 有挂载哪一些虚拟机哦 那这个WSL2呢 一样可以在Microsoft的这个商店 这里呢可以找到哦 有没有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 WSL2的Box哦 你一样也可以直接按安装就可以安装了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图形界面呢 去管理你的虚拟机 那这个就是停止 那你要删除 你就按这个Delete就可以把它删除了 好那我们先把它停止 那我们可以先帮这个WVENTU命名哦 我们把它改名一下 好这里就改名成功了 然后那我们按 我们来看这个POWER SHARE终端机这里 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按加 然后这里就有AI2哦 我们的虚拟机其中一个 然后这里就有这个我们钻起来的虚拟机了 那我们也可以看这个资料夹 好我们可以看到电脑下面这个Linux系统呢 就有这个AI2哦 那主目录呢就是这个HOME 点进来就是这里 好现在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要怎么去装这个M8N呢 我们来看一下哦 好这是M8N的专案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种安装方式 那我们通常大部分都用Dark 那我们现在呢 要怎么用Dark这个指令呢 首先呢你如果是第一次使用这个虚拟机的话呢 这个指令你现在还不能用 我们必须先安装Dark套件 好我们现在来安装这个Dark套件 然后它会叫你给密码 好我们现在这个Dark套件装好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哦 这四个 这是我在Windows的目录呢 我先把它翻到这里 好我现在把这四个目录呢 都翻过来 那这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首先呢 我们先创一个这个融基层 M8N data 资料卷基层 那这个资料呢 就都会存在这个卷基层里面 好已经创好了 那接下来这个呢 安装这个M8N的这个Dark套件呢 我们不要用这个指令 为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 你Dark装好之后 你在电脑界面呢 系统界面 这个前端呢 你是看不到的 那看不到怎么办呢 那我们用这个指令 这个指令怎样 我把这个M8N data这个目录呢 映射到就是这个Dark 这个真的M8N的资料的目录里面 你就可以随时查看或备份 这个就是真的M8N装的这个 里面的所有程式这样 那这个实际上你在前端是看不到的 这样 那你以后就可以在这个M8N data看到了 那下面这些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一样 前面是查看嘛 对不对 那这些就是有可以写入的意思 如果呢 我要用节点的上重本机的图片文件或影片呢 那它再映射到对应的Dark里面的Data目录这样 那这个Data目录后面文件你可以自己写 这样 那你就可以在本机这里随时操作了 我来执行一次给各位看 各位就知道了 好 我们现在呢 来执行这个指令 好 那它这样就都装好了 装好了 那我们先把它关掉一下 我们再打开一次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好 我们现在要帮它挂来这个NGlock 那 因为我们是无方图就是Linux版本 所以呢 我们就是要复制这些Linux的安装指令 那我们就是来安装 它的NGlock插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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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NGlock这样就装好了 那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这个Key API Key呢给输入进去 好 它已经储存好了 它这里也说 已经有储存好了 那 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先不要做这些动作 我们呢 我们现在呢就可以用这个 Unclock HTTP 5678 就是N8N的节点啊 它就会建立一个通道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的Agent是没有的 那我们来看有没有通道 好 有通道已经建起来了 我们可以重新整理看看 好 那也就是说呢 你的N8N就只向这一串网址 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开N8N呢 我已经帮各位 把这个.env 跟DarkCompostor 这两个环境跟设定档呢 都写好了 那值得注意的就是说 这些都不是我写的 是谁写的 是AI写的 你可以叫Wopen AI的TraceGPT写 你也可以叫Google的Gemina写 那你也可以叫Cloudy写 都可以 这都不是我写的 这都是他们写的 那都可以用 不能用你再叫他修 这样就好了 所以 不要以为我很厉害 我不厉害 厉害的都是这些AI 这样 怎样的逻辑运作呢 怎样的就叫他修 这样就可以了 那全部呢 我们这里呢 都设定好之后呢 我们再开一个AI Tool 这个不能关掉 这个要留着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把这一串 网址复制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个.env 这里呢 用机器本打开 然后呢把网址改掉 再储存 好 储存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我们就可以执行了 因为是第一次执行 所以他还会安装这些套件 那你第二次的话 就不会有这些东西 好 他说已经好了 那我们来试试看 好 现在他装好了 那我们来重开看看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串网址呢 复制了 然后按右键 这个.env这里呢 按右键 把这个网址呢 贴过来 储存 好 我们呢 再开一个AI Tool 然后就执行他 好 好 现在呢 已经执行成功了 我们把这个网址贴过来看看 好 网址是可以拜访的 我们看看 有了 进来了 有了 那我们先随便给一个 资料 随便 随便 好 这样就进来了 这样就进来了 那我们呢 现在我来讲 刚刚那个映射目录是怎么回事 我先import file 我先import file 好 各位可以看到 它现在呢 就是 这个是read的节点 可以从你的本机读资料 那我们资料呢 就放在这个 data picture这里 这里 然后我们可以读进来看看 有了 他读到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图片 然后转成二进制 好 那读到之后呢 我们要把它写到 本集可不可以 也可以 来 我们来看 我们现在呢 把它写到 我们现在把它写到 这个document里面 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这个input file 就是这个data 这个二进制档 然后档案名称呢 就是这张图片 让我们执行看看 好 有没有 这样就 就已经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 映射的档案 有没有 有 也写进来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映射的用法 好 那 我们现在呢 映射可以用了 那我们 再开一个 Walker Pro 那我们webhook 不可以用 也可以 假设呢 我们今天要用这个 webhook 这个 这里呢 这一串 以外呢 我们把它复制哦 复制之后呢 贴到这个 line的这个开发者平台 update 好 那我们去listen 去测试 他到底可不可以收到讯息 没有错好 是可以收到讯息的哦 那你就可以在这里呢 去做你的AI Agent 正式启动来试试看 有没有 这样就可以 你就可以直接 一直开着 然后这个工作流 就可以一直呼叫 一直执行 这个就是这个 unclocker的用法 我已经一步一步 带各位做一次看看了 那 我如果把这个 乌方一头 关掉之后 我要再开 怎么办 一样哦 来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就关掉了 然后我再开一次 好 我们现在得到这串 网址 一样哦 这个EMV这里呢 要改一样 把unclocker的网址贴过来 然后储存 我们再执行 好 这样就有成功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址 好就是这样 你进来哦 所有的工作流 也都还在 这些资料都还在 那 我已经带各位 每一步的执行 做给各位看了 不管是这个 目录的映射呢 还是这个文件 我也同行各位说 怎么做 整个改 那不懂的呢 就去问这些 AI 他们也可以写给你 这样 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再留言 如果觉得我的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呢 请帮我订阅 分享按赞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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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